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到了全球第一 据报告 仅2020年的三个季度 长虹华裔的利润就达到了72.7亿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 长虹华裔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 从美国引来了无福技术开始发展 并且生产的设备国外进口过来的 而且也因为当时无福压缩机在国内刚刚起步 因此华裔就占了市场的先机 后来很快在1996年就上市了 但因为后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 华裔压缩机可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当时险些破产倒闭 至于没有倒闭的原因 是因为在那时长虹集团花费2.34亿元 买下了华裔压缩机29.92%的股权 不仅成为了华裔最大的股东 而且将华裔改为了长虹华裔 也因为长虹集团的帮助 又在2010年的时候 创下了最高40亿元的年营业收入 并且在世界压缩机行业里面 销售量排名第三的企业 但这并没有让它停止 后来长虹华裔又在2012年收购了西班牙KBGO 进居了商业压缩机市场 也因此国内出现了第一条 轻型商用压缩机生产线 而且华裔在压缩机生产技术上 愈发先进 到了2013年的时候 长虹华裔在压缩机行业里达到世界第一 并蝉联了7年 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压缩机研发技术 就邻居在了华裔压缩机技术研究院 西门子以及惠尔普 还有伊莱克斯等等 这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冰箱的压缩机 都是从长虹华裔采购的 目前长虹华裔压缩机拥有的核心技术就有6项 另外还有一百多项专利技术 技术水平在全球领先 而且华裔在景德镇厂里的压缩机生产线 更是全球最自动化的压缩机生产线之一 生产的压缩机重量 比欧洲的压缩机重量要轻一倍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剪辑制作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